大家好,我是安老师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单元开始教授我们的一个风水的基本认识 风水它是在不止在华人世纪,它其实在现在欧美各地也兴起了我们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风水学 风水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学问,为什么呢? 风水学它不因人而废 懂我意思吗?它为什么不因人而废? 所以它的坐向它是跟整个环宇宙星辰是有关系的 你会说,老师你这个太夸张了,为什么一间房子跟风水你会扯到了外太空? 那老师这样讲好了 月亮它本身有没有个性 月亮本身就是一个星体,它没有个性 它也没有对任何人有所影响 但是它却有了潮汐 潮汐有没有对人有影响? 有影响对不对? 说日月无情 但是人却在日月之中 所以是说风水它的研究 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的好运跟坏运 而是人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那风水怎么学 才能够学得好呢? 其实我们心态就有这样的宏观 其实风水学它就是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有人说蝴蝶效应 或者是一些过去未来 它不是那么的 玄学 它是一个比较高深的科学 那风水分哪些种类呢? 风水其实大概分两大派 我们心中要知道它分两大派 这两大派 没有谁比较厉害 因为它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学的时候要一步一步来 首先要知道什么呢? 第一个 叫做行家派 什么是行家派? 就是我们用眼睛去判断 它的房子的外形 外面有什么煞? 比如说我们常说到了 壁刀煞 反攻煞 或者是小人探头 或者是香炉煞 各种煞都会有的状况之下 这叫做行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所引出来的煞 他就叫做行家 第二种叫做礼器 什么是礼器? 礼器的意思就是我们去整理它的一个气流 跟来龙去脉的走向 所以礼器这个部分它的派别还蛮多的 比如说有三合派 三元派 玄空派 乾坤国宝 七星打劫 等等的很多这种派别去研究这个礼器 礼器跟行家综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真正的风水学 所以说没有办法 偏重哪个地方 两个都不能偏废 你不能是说我们今天学礼器 学得很高深的礼器 学得很好 但是我们忽略了什么? 忽略了行家 这个不行 任何大事都跟你讲不行 外面这个行很好 这个都是发财的行 但是你里面随便来不用礼器 这也不行 所以是说两个地方内外都是必须坚固的 就像我们医学 内科外科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学 就可以去了解怎么样 透过这个风水 透过这个宇宙穷昌的力量 让我们人生过得很更好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认识什么呢? 先认识羊宅 羊宅这个东西 跟我们息息相关 他可能 比我们去研究我们的阴宅 就是地理 就是所谓的什么 呃 父母要葬在什么地方 长辈要葬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富三代啊 或是平三代 这个东西还要再重要 为什么? 因为 阴宅他的重要性 是我们去影响到他是慢慢发生 但是羊宅 你一破到他 他是立即的损伤 这个是很 实在的 因为 在跟我们每天住在房子里面 所以说羊宅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先学习怎么样呢? 我们要认识羊宅 来 我们羊宅开始了 首先 羊宅 我们要先从行家开始看 行家跟李先生这个地方初步的介绍 他很深 所以你一定要订阅老师的频道 不要另习订阅 订阅按赞的状况之下 老师才能够 在发新的教学的时候 你才能说得到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判断房屋的作向 房屋的作向 这个很多种派别 来我们一个个教 有人是说怎么样呢? 他必须要怎么样 以房屋大门 以房屋大门为主 还是以楼下共通铁门为主 这是不是一个争议? 各位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争议? 因为现在呢 像中国的地区三四县 三四五县 外环县的 他们可能很多都独栋的 像马来西亚地区 也很多是独栋的 或单一间的 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透天错 但是在港澳台 新加坡 这种地方 很多都是大楼型的 公寓型的 那像欧美 他又是多数又是独栋型的 所以是说 看房子要先看他的 基本的 形态 而去定 不是说每一套方法都用一套方法 用到底 都是没有错的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看 所以说 到底是以房屋大门为主 还是楼下共通铁门 像公寓他楼下就有个固定铁门 就是大楼型的 就是没有社区的 单独栋的 就是我们说公寓或者小大楼 他们楼下的 出入的玄关 是不是呢 好,来我们来看看 来社区楼 答案就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判断就是 你阳台朝哪里 相对位置就坐向 你独栋的大部分 都是阳台 就是我们大厅面对出去的 就是我们的 向方 好,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 那个公寓或是我们的大楼 我们所有客厅 客厅大部分都有落地超过阳台 那个地方朝哪里 好,相对位置就是哪里 比如说我们拿出我们现在手机嘛 以前 以前所有人都要特别去买个指南针 或是要前老师拿个罗盘 好,你站在客厅的中间 好,拿着你的手机去看 好,iPhone应该都有啦 iPhone应该都会有 来看这朝哪里 好,他就是向方 你后面就是坐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前面是南方 那我后面就是 北方 坐北朝南 我前面是西方 然后后面就是东方 我前面是西南 然后后面就是东北 那我就坐东北朝西南 这个叫认识 这个叫认识 那格局有个五要点是什么呢 坐向之后有个五要点 五要点就是你要先懂 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分 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不好 什么地方坐得好 什么地方对未来有影响 五要点要先认识 也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左边 你如果是坐南朝北 那你就是背后面就是你的 后方 前面 左边右边 是你面对的向方而定的 各位要清楚喔 是你面对的向方而定 你的落地串如果是朝北 那就是坐南朝北 所以你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面朝北方的时候 左边就是你的青龙边 右边就是你的白虎边 前面就是你的朱雀方 后面就是你的玄武座 中间就是你的沟层 沟层 沟层什么就是你的整个 中间的这个屋子的 核心 所以是说呢 我们就讲到 左环右抱 才能长风俱气 我们左边右边你们抱起来 才能长风俱气 玄武在后 我们天地有靠 就是我们做的东西是稳的 不会说后面 无论任何状况 你如果把房子讲成一个人 你背后看不到状况之下 如果你背后 常常有些奇怪的声音 或是说 哎 背后 倒是一些 很烦躁的 那你是不是就不安 因为你看不到你不安 房子也是一样 那前面就是什么呢 前面就是朱雀方 朱雀方是你的前程 你有稳定的靠山 那你比如说靠山像什么 像你本职学能 前面就是你的工作 你有好的本职学能 你的工作才能得到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 构成就是明堂 明堂我们的大部分自职什么的 我们的客厅 客厅所以说这些地方你客厅一定要干净整洁 无论任何状况之下 这些都很重要 干净整洁是一个洋宅的基本 做不到这一点你再好的地方也都没有用 好不好 我们接下去看 一般来讲我们过去古代所传下来的乌像大概是他不会是长这个样子啦 就是说 他左右 左右别院跟后面 玄武宝跟前面的 他不能说什么 就是道成 门南话就是道成 就是一个赛鼓场 或是你的庭院中庭的地方 我们正确的乌像 当然 每一个状况你无论你是不是 现在这种结构很少 这道三合院 这种结构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们精神上还是一样 但是不是说 你没有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阳宅 不是这个意思 来 那接下来我们看了 要认识说什么是风水 到讲了那么多 到底什么是风水 老师你要讲清楚一点 老师先来讲清楚一点 风水就是 之中的风 他就是什么 一个气场的 属性的运用 每一个气场 他都有他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像我们 接下来讲的 我们的五行篇 就告诉你 这五行他有各自各自的颜色 属性跟带来的影响 说 这个气场怎么运用 这个气场的性质是什么 这气场性质是什么 他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懂我意思吗 同样是液体 水 跟硬酸就差很多 都是液体啊 又不是一样 油跟水一样吗 油跟硬酸一样吗 油酸跟盐酸又一样吗 不一样 都是液体 但是他不一样 就算是自来水 喝的水也有软水跟硬水 所以说属性 要先懂属性 这也是很重要的 懂得属性 我们在后面应用 就很顺畅 再来什么是水 水就是气场流动的方式 每一个气场 他怎么流动 就是我们要找寻出来 这些气场 配上这个属性 带到这个地方才产生这个结果 这是必然性的 必然性的 了解我意思吗 这些都是必然性的 不会因为你的个性有所差别 他就是到这个 方向 到这个气场 他就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说风水还是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会不会用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风水这怎么讲呢 就像自来水送到水塔 流到家里各个地方 车各个用途的水 所以说风水气场的属性 就是很简单 你今天这个 水流在家里 你会不会把马桶水拿来煮汤 不会 同样是从水到水出来 跟出汤水来源是一样的 你不会从马桶里面 水箱里面挖水来煮汤 不会啊 你会不会拿洗米的水来洗澡 也不会 对不对 所以是说 你一个一条水管 他运到不同的地方 他是不是就有不同的用途 而且他是固定的 对不对 你不会真的不会是把马桶的水 游起来 我们今天煮个蛋花汤 那水哪里来的 马桶挖出来 你喝 你喝得下去吗 不可能 所以说 了解这个概念 我们后面学习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会太乱 这样我们要了解气场变化的属性 现在要讲到了就是乌相 乌相是什么 就像一个人外表 什么是乌相 就是 从外面看里面 看这座大楼 看你这间房子的感觉 那我们常常看到说 这个房子 他的坐向很好 都是吉利方 外面的环境也很OK 环境很OK 就是他的 行家派也很OK 前面的有很好的吉兆水 后面很好的靠山 杀手方 很多很漂亮 可是他不会发财 为什么 因为房子他破落 什么叫破落 就是吊磁砖 吊油漆 成功发霉 这些东西就是 不好的乌相 我们就来讲 有一个人他学富5G 很聪明 他很有才学 很有能力 但是 但是 他每天就是穿个破掉的吊嘎 嘴巴有起床 流口水的痕迹 鼻子怪两条鼻涕 眼睛都是眼屎 头发还是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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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的什么 潇洒哥一样 那你这样再有这个才学 你能够找到你的机会吗 不能够 所以说你房子 你能不能去好好对待你的房子 乌相就会带动你整个最基本的 一个要件 吊磁砖要不要需要 要 油漆掉的要不要补 要 水工发霉要不要把它除霉 弄干净 要 要不要在外面堆很多杂物 不要 杂物那些东西产生的气 绝对不是好气 为什么你气气就乱了嘛 气气就乱了 就不好了 对不对 乌相等于一个外表 你一定要整理好你的乌相 屋内就是人的各种器官 就像我老师刚才讲到的 你这一条水本进入的屋子 它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途 所以说 当我们学到内部格局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学到理气 理气就是这个气场在这个地方会有它的影响在 也会影响到相关的器官 相关的我们家里的某一个成员 或者是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人的各种器官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 实际范例 各位 这个房子里面会不会住发达的人 很有钱的富贵 国之洞粮 有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是基本上 比较难 为什么 这老师我图是网上找的 不是任何客人的图 你看他也有左边右边前面后面 但是这样子 房子 他没办法发财 为什么 因为 这样子 都是杂草 都是破落 都没有什么整理的状况之下 那你 我们讲很简单的 人都觉得不好了 财神会不会进去 财神也不会进去 穷神会不会进去 他就觉得 没人住 那我就适合去做进去住 财神不来 穷神来 这个房子会不会做发达的人 就不会 是不是 那我们看相对的 这个房子会不会做发达的人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达 这有网上找的 但是老师评断 这不管他会发达 但是他这一定是一个不错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打理 他有对他自己的房子产生用心 他这个房子 住的 这人就是不错 那 不要说人觉得不错而已 吉利的神 财神 福神 看到这个房子好好 这个房子也很用心 过他的生活 那对用心生活的人 用心的自己房子跟生活的人 我们也给他帮忙 财神 福神就进去了 穷神 破落神 他觉得 这边都整理好好干干净净的 他不需要 他不会有 这个破落或是有劫难的问题 那他就会离开 所以基本上 你外在就很重要 不想不住好 讲其他都是多的啦 然后这样我们讲气场的种类 的辩证 说我们一大门打开来看 大门就像什么 一个嘴巴 我们进到房子那个大门 先不讲我们楼下的大门 那方大门就像嘴巴 因为所有打开 你每一打开 气场就在里面循环了 他是一个静气的流动口 所以说嘴巴静气 所以说你老师常常在跟所有的 学员跟我们的 贵客讲 门口你不要放 不要去堆一大堆鞋子 鞋子什么 你脚上的晦气 不可能香啦 每一个人脚都臭的啦 出去外面工作辛苦回来 你一定不是臭就是酸嘛 完全没味道吗 不可能 不是人对不对 一定会有味道 那你 怎么样 把一打开门 就让外面的汇气 直接带着你的鞋的臭味 直接进来你的客厅 那你进去带什么气 不重要 因为先带一半就是汇气 那可是鞋子要放哪里 你们一样可以放门外啊 你可以用鞋柜啊 鞋柜可以关起来的 一样可以关起来的鞋柜 或是鞋盒 可以把它收起来的 那他就没什么影响 各位要记得 这个嘴巴 你嘴巴里面都是脏东西 你觉得 会给你很健康吗 吃东西不会 羊宅也不会好晕 在玄关通道 就打开门 有些人有设的玄关 有些人打开就是到客厅 玄关他是呼吸道 但是 有没有设的玄关 他都会有玄关 为什么 因为门打开他有个回旋度 你不可能挡住 所以说那个回旋的范围之内 已剩个玄关 你会在那边穿鞋呀 去干什么的 然后做玄关 就像我们的呼吸道 就要开始传递气流了 客厅就像我们肺部 就是把气吸去 纳这个气 再把它输送到 各个房间里面去 所以说客厅就很重要啊 怎么重要 桌上有没有吃不完的垃圾 我们吃零食吃饼干吃饭 吃宵夜待止 没吃完 或是吃一半 或是吃完没丢掉垃圾桶的 把它放桌上 又不会有 有的话你提案应就不好 客厅一定要非常的干净 为什么 因为进来的气从这边开始 纳一个种轮 因为每一个人 几乎都会跟客厅有关系 因为你总是会经过客厅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他会带打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 就取决于你的客厅 两件事不能做 堆垃圾 杂乱 跟睡觉 你要说睡客厅有什么关系 睡客厅有关系啊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西场开始带一些 把坏的排掉 好的吸进去 那你就在客厅睡觉 那你一直不断的排掉 你的不好的东西 然后继续带 继续带你的客厅 那当然就是不会好运 说客厅不能拿来睡觉 切记 要睡觉回房间睡 不要在客厅睡 你在客厅睡觉的 会败家运 这是风水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请各位务必要记住 在大门对角 大门对角为什么是心脏 吹动气流的关键呢 等下我们下一张图就会讲 这个原因会讲出来的 那气场停留处 就是你无论你气场怎么流 他都会遇到一个墙壁 或坐在一个 角度 他会在那边做一个回旋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的效果 那就像 会影响到我们气流的属性 那就像我们人身上的穴道 穴道 也是生精英的地方 这样我们讲气场如何流动 各位你看我们南边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 进入口 在这个地方是个进入口 你打开门 你打开门出来 是不是就会有气从这边进来 对不对 气是从这边进来 因为一定的这个是无论你哪家房子 豪宅或是一般宅都一样 打开来是不是气从斜地方进去 说你要说进门45度角是不是柴位 是因为 为什么他是柴位 因为你打开来 进去的气 如果都是垃圾 那你再怎么带进去都是垃圾的气 假设你这个气的属性本身就是良宅 你进来的穴场就是很好 但是他总会掺杂一些晦气 如果你门口要放血 100分都变你剩下30分 所以说为什么 你要说 进门45度角是民柴位 这就是这个原因 好吗 我们这有科学根据的 那你关起门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有另外一个楦 所以你一打开是这个楦 关起门来会另外一个楦 这就是我们气属会这样子流动 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做人做事在学习任何学问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个逻辑跟根据 好吗 所以说讲到风水 讲到柴位 我们今天的 先讲一个什么的真柴位 真柴位就是说他是依照两个地方 无论你的宅按照这几个地方 你就要保持干净 整洁 然后可以摆一些 招财的东西 那他对你良宅的财运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 这才是固定财 固定的财位 那我们需要财位方式的两种 第一个就是以大门被判定的方式 第二个是以房屋坐向为判定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看什么呢 是要看有些的门开的方法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说你可以两者 这两者你取其一去做就可以了 两者取其一去做 那我们 怎么去看他的 方向呢 你家里都有 DT都有平面图 就算是你没有你自己手绘出来一个 平面图 那我们就把什么隔开来 隔成九宫隔 好隔九宫隔 九宫隔这个就是像老师这边讲的 九宫隔 那我们先定什么 定开门的地方 有没有 老师刚刚讲开门的地方 为什么开门跟宅相什么 到底什么差别 老师会再提到 好那我们再谈到 假设我们这边开到北方 我们其他方位是不是就可以推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其他方位就可以推出来了 东西南北都可以加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两个名 两个贞财位 两个贞财位 这贞财位就是在会出现的地方 那老师下来讲 一大门开房 他会怎么样呢 大门坐向 先以罗盘 到屋外去看 你的那个大门的方向 如果你大门是开在北方 那你的 贞财位 就在东方跟西南 如果你 你大门开在东北方 就是东南 东方就是西南跟北方 东 东南就是西南跟东方 这个会有床负道的正常 那西南在西方 西方在北方跟东南 西北的东方跟南方 这是所谓的以大门的开向 为主 那有些人为什么 我老师 刚才有讲到为什么会有 说他会有用大门的 有用宅相的分别 因为有些人他们的宅相 他的阳台是门都常常打开的 气会进来的 然后进气方 接气方气会进来的 或是他落地上不是封死的 常常会跟外面气流有关系的 这种状况之下 你也可以采用坐向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 气既然从外面进来 你门没有天天常常开 但是你要太多气也是开着 那气流就跟你有关系 从坐向进来的气就跟你 就会影响到 家里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要看 接下来是房屋坐向 如果你是 里宅坐南朝北的 我们八卦的以后学八卦的时候 我们的风水 慢慢都会讲成用宅相来看 但是今天是初阶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坐向来看 如果你是坐南朝北的 那你的真彩位 就是南方在东北 如果是你坐西南朝东北 就是西南跟东方 坐西朝东的是西北 东南南方这三个地方 那如果你是坐西北朝东南 就是西北跟西方 坐坎宅的是坐北朝南的是北方跟西南 更宅是东北朝西南 你的真彩位在 东北 跟西北 如果你是正宅 你是坐东朝西的 那你的真彩位在东方跟西方 如果你是迅宅 坐东南朝西北的 好,那你的真彩位在东南跟西南 好,所以说 我们的真彩位呢 他是一个是会 有一些 固定的 这里这个坐向或是大门 他是固定的 在你还没有学到很清楚很 验证到你会特别的 我们后面的李契方的一个吹材术之前 这真彩位我们就先 把握住 那 基本的财路就可以宅存到了 那我们后面还有讲到吹材蔚跟榴莲九宫飞星 可以参考一下老师 另外一篇就是在吉亥年 老师每一年 从2019年开始 每一年都会讲我们榴莲的 方位 好,那那个地方 他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那 这种东西 老师为什么说一四一格局榴莲走飞行呢 就是说 我们后面学到金的时候 你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房间的风水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先以大方向去看 我们先从简单到难 但是你一定要订阅老师的频道 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你才能跟得上 因为有时候你插中间一段 后面可能就跟不上 就可能跟不上 老师每一次的节目都不会放太长 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学到基本上的坐项 跟我们的风水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有人是说 老师你在柴威上招财小法宝 就可以放这一些 聚宝盆啊 马脑洞啊 或是童麒林 童麒林啊 脾修啊 或是好运道 好适道 或是一些元宝的造型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招财的方法 但是 我们还是注意到一句 无论你拿招什么招财小法宝 你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于 你一定要整洁跟干净 整洁跟干净 这个是洋宅必备的 如果你不整洁不干净 那再好运都跟你没有关系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 那请问各位 你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老师在后面所教学的风水 还有我们的一些命学的教学 你才能跟得到 我是陈老师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希望 能够继续的 召唤我们其他节目 谢谢您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